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佩博公民新聞報 臺北市南機場附近的 中情裡 老舊市區中有許多 需要被照顧的弱勢族群 當地的里長方和生 創辦了食物銀行 讓需要的里民 可以在一定的點數內 各取所需 這裡是位於台北市中情裡 老舊們熟悉的南機場夜市 很難相信 這個社區 卻被誉為台北市中 弱勢族群最多的貧民窟 我的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中低 加起來也快300戶 我的殘障人口 零有殘障手冊的 也快600 然後我的大陸新娘 越南新娘 加起來快400 單親隔代教養 南機場一個里的周邊 十個里加起來 沒有我一個里多 我們的量太大 他是中情裡里長方和生 每天忙得跟戰鬥陀螺一樣 儘管所有人眼中的南機場 面臨如此殘酷的現實 但方和生卻透過他的堅持 一步一步展開扭轉老舊社區 破舊命運的偉大計畫 認真的切菜洗菜煮菜煮菜 這是中情裡中別具意義的共餐送餐制度 共餐跟送公共餐跟老個餐 就是互相產生信賴 不斷地關懷 透過這樣相信社區當它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可以真的幫到它 打破外界對中情裡弱勢者的基地印象 他們透過自主住人的方式 在社區裡成立食物銀行 那這邊是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那就是除了吃的食物之外 我們這邊也有一些生活用品等等的東西 食物銀行的點數 就是透過我這樣的模式 我每個月給你500點 你來換你生活上你要的東西 那我們的食物銀行是一本存責的方式來做 所以透過這樣的模式 我們想需要讓需要的人 自己來拿需要的東西 他又可以來幫助社區 在方合生十八年的里長博歲月裡頭 他每天都在為南機場架設跑道 讓夢想起飛 讓他所愛的鍾情裡裡民 得到最鍾情的照顧 新竹市是許多高知識分子聚集的科技城 一群有心人士幾年前開始透過文創市集的方式 希望為新竹增添不一樣的文化氣息 而今年他們更擴大舉行了白色夏天市集 新竹市有三高 高學歷 高出入 高消費力 但常被戲稱為文化沙漠 因此數年前一群熱心文化人士 在世界街與大同路 辦理了文創市集 並取名為世界大同城市共好協會 今年更擴大到護城河 主題為白色夏天市集 新竹市大學會已經成立了四年多了 那明年我們都想辦法要為新竹市做一點什麼事情 那從一開始我們封街在世界街跟大河路上辦市集 那到去年也辦到了 終於辦到了這個護城河畔 規模越來越大 那我覺得我們只是很簡單的一份心情 就是讓新竹市更好更棒 這個城市更好更棒的一群努力的 各行各業的精英們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 溫馨人數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讓新竹不要被再稱為是個文化沙漠